彭小弟失踪三天 家屬焦急不已 但其实就在他失踪前一天 疑似就趁着阿公不注意 独自一个人偷跑到大街上 啪啪噪 监视器就拍到 彭小弟这边瞧瞧 那边看看 探头探脑 古灵精怪完全不怕生 还试图想跟完全不认识的 装潢工人换零钱 彭小弟活泼又贪玩 有没有可能这次失踪 就是因为贪玩 不知道跑去哪了呢 如今还传出在台南失踪的彭小弟 疑似出现在屏东 难不成 警方接获消息 有募集民众在3月23号的凌晨 看到疑似是彭小弟的男童 跟着一名年约30到40岁的男子 出现在屏东火车站 彭爸爸跟着警方 一行人要赶快到屏东 看看究竟是不是宝贝儿子 昨天凌晨在火车站看到 我们要确定是不是他 但其实警方也有怀疑 由于彭小弟的父母离异 有没有可能是遭其他亲属带走 警方也要查 而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 都说彭小弟非常活泼 见到老师也会主动打招呼 虽然是单亲 但从平常的作业表现 就可以看出跟姐姐 爸爸的感情非常好 如今人不见了 市长同学都希望 彭小弟能够赶快回到大家身边 记者 老关张张信台南报道